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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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首先声明这个视频是做价格用途 请大家不要用我们的分析作为投资决定 如果你要投资的话请你和你的投资顾问查询 今天我会跟大家讲讲市场是ignore了上个星期 巴威尔所说的话 就是说他所说的transitional inflation全部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这个星期市场真正反映到通胀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黄金、银、copper 很多的commodity是大升的 就算美元升 这些commodity也是大升的 今天会跟大家去分析 首先讲讲在2022年 我们每一年我们的网站都加一些新东西给大家 我们记得初初的时候 我们没有weekly market video 然后今年就加了 那未来的2022年 我们会加一个section 是专门分析 那个月出来的新的IPO 在技术上有哪些新的IPO 它上市之后是有机会暴升的 而第二个新的就是我们的香港版的5-star chart 因为我们的5-star chart是在加拿大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Member 是遍遍全世界的 所以特别是很多是香港的广东话人士 是很希望我们用中文去服务大家 所以我们今年的最主要的开发 就是说我们香港版的繁体字的五星图网站 这个网站就快要准备了 我相信可能在promotion的时候 我们可以launch 再不是12月我们可以launch 那明年大家一定就可以上到我们这个网站 成为我们的会友 那我们讲回我们的Black Friday Sales Black Friday Sales 就是由11月25号 直到12月5号 欢迎所有在YouTube 你们看过我们的video 想成为我们的Member的时候 大家可以join我们 还有我们也在上个星期 我们做了这个Early Renewal 就是你如果已经是我们的Member 你想早点提早Renewal的话 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做 也有很多朋友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的Member都开始upgrade 去Premium Membership 这是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大家很把握这个机会 如果你是standard member 如果你想这么深入看到我们很多的股票分析 还有想看完整个video的话 例如我们今天讲的video 每次其实我们都讲很多东西 但是Premium Members 特别是有更多的资讯 还有实际上我们的newsletter 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如果你miss了我们的newsletter 你是miss了很多很多东西 OK? 那你传的email 就去infoat5starchark.com 我们就会帮你做 early renew 和upgrade 但是如果你是想sign up的话 新Member 你就必须要等到 black friday sales 是11月25号至12月5号的 那我现在开始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星期股市开始回吐 其实都很正常的 因为S&P500这个升幅 是相当的steep的 很车的上去 那碰到这个R1之后 开始是有调整 而momentum来说也是超买 那只要它跌下来的话 它不跌破这个pivot 就是4500点它不跌破的话 它下一个就是要探4826点 大家看来就好像很极端 就是4800几点 其实我们这个5starch 早在一年前 我们预计 S&P500 今年是有机会去到4800点的 OK 那所以呢 就不出奇的 杜瓊斯呢 就现在呢 也都是回吐了 OK 但是呢 它的高位呢 是可以去到37500点 它回吐回来 不跌破35500点 就没事的了 至于NASDAQ NASDAQ呢 亦都是很低的 很低的 那它不跌破15400点的话呢 它的回吐只不过是短期的 那它可以再上去16800点呢 至于IWM呢 就厉害了 IWM呢 已经突破了这个整年的整肃期了 那它突破了之后呢 接着回吐了 这个回吐呢 是属于正常回吐了 那它有机会呢 IWM是可以去到233这些位置呢 接着再上的 那我们预计呢 IWM是可以去到255 很短期内 OK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想买入这个Russell 2000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看呢 在233至239这些地方呢 能不能买入到的 那在一个星期呢 Material就升到全线了 Material Basic Material 在这么多个Sector里面 Performance最好的 跟着Industrial Veal Estate 在一个月里面 仍然是Technology Consumer Signical Industrial Based Material OK 那在三个月里面呢 仍然Energy 和Technology 是领先的 OK 那虽然Energy呢 是仍然在三个月里面 Performance最好 在短期的Performance 是比较差很多的 你可以看到呢 就Natural Gas 是很大的调整 那那个Cool Oil 也是在这里整肃 那我今天也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那个油短期的看 那如果 说起这两个星期最厉害的 也是Gold and Silver Precious Metal OK Silver的回报呢 在这个星期呢 是差不多接近9% 黄金是8.87% Copper是8% 其他的Precious Metal 是7.8% 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所有Commodity 都在这里开始大的 Rebound 除了是煤的 OK 那在一个月里面 Aluminum 和煤呢 甚至是有些 Industrial Metal 都是比较差一点的 但是实际上来说 Precious Metal Copper 这些 是完全开始进入 Rebound期的了 那 Commodity 有些 牛市 Rebound 很少机会 就是说 所有其他东西 例如Copper Rebound 但是Aluminum 不Rebound 很少机会 所以就变成了 Aluminum 和煤 在这些地方 大家要留意了 因为它们是跌了下来 OK 如果它在这些地方 开始反弹 有突破性的反弹呢 那Aluminum 就精彩了 OK 特别大家如果可以留意 Alcoa 这些大股 它今天都升了11% 那 那为什么 Commodity 会突然有大升呢 那这个我们其实 是我们预认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权局做些东西 根本就是 很表面的 就是做戏 那样做 我们Taper Taper 13% of the flow 就是 13% 真的什么用都没有 所以这个星期宣布 这个Consumer Price Index 是吓死人的 在过去几个月 CPI 一直都是5点多 5点多 5点多 已经连续了5-6个月 现在是去到6点多 是30年里面最大的升幅 那就是说 美国的通胀 已经是失控 可以这么说 这个很令人害怕 我们今天 这一两天 听到的消息 就是说 旧车的价钱 去年到现在 升了28-30% 那么多 旧车 因为市场上 不够新车买 新车的价钱 都升了差不多 接近10% 那么多 那你不要再计 那些食物 很多食物 升了10-20% 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原油价 升了那么多 所以 整个美国的通胀 很明显是架构性的通胀问题 如果那些人听 就是巴威尔 简直是犯一封 大家知道 所以 commodity price 根本就 不管联储局做了什么 或者他们在那里 manipulate任何东西 他们是大升的 甚至大家可以看到 利息也开始大升了 这个10年债券的息口 我们最近这样跌下来 我的观望 一直都觉得 息口一定会上升 所以 10年债券的息口 美国10年债券的息口 一碰到这个trend 就立即大反弹 OK 为什么 我们会知道 就是最近这些时间 受算 这个10年债券的息口 是向下跌的话 通胀的tips 都是向上升的 所以就是证明 就是说 通胀的tips 是很 sensitive 通胀 他们照升的话 就是说 息口是会上升的 那 美金又照升 那这个怎么办呢 在历史上 不是说 commodity是一个牛市 美金不可以上升 但是当美金又上升 commodity又上升 息口又上升的话 2022年的股市 是死硬的 OK 但是呢 你要知道 timing是什么时候会死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明年的市场 是一定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 通胀那么厉害 美金又薄名升了 原油又继续升了 所有材料继续升了 那些公司 哪里有那么快 可以adjust 就算他adjust到 成本的季度 瘋了 他加价都没有加得那么快 对吧 所以美元呢 现在呢 就突破了上次的高位 差不多到95先了 OK 如果他在未来 突破这个38.2的 retracement level 可能今天已经突破了了 那他就会试试这个 96.69 50%的retracement OK 那美元呢 他这样升幅 是不是呢 他long term 真是很bonus 一直升上去呢 我相信呢 他由2021年这个base 是代表说 他虽然上升 但是他的力度 是真的很有限的 OK 因为这些这样的升幅 是硬调升上去的 OK 就不是那种大的抽升 所以呢 我相信美元呢 当这个升幅结束之后 他也是会跌下来的 只不过是 短期内 仍然还有操控时形出现 那 铜价相当interesting 铜呢 那大家看到了 铜价呢 由高位 double top 跟着下来 test 这个 200天平均线 OK 200天平均线 跟着一个engolfing 那这些地方 开始准备reset 那个 PPO reset 那我们copper 的代 就是最大的股呢 是 3port 那这些 我们早就已经介绍 我们客户买的了 3port 今天升了9% 那如果你在这些地方 一突破你买它的话 你就可以了 所以 3port merang 还有很大的升幅机会 金又怎么看呢 金呢 我的图 在一个月前 我们已经画了 就是说 金会在这里突破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试试了这些阻力 这些阻力 这些阻力 大概是130左右 这些阻力 136这些阻力 一突破了之后 它就扯升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两天的扯升 是很厉害 很厉害的 那 黄金呢 是很明显的 它是会 超过2089 OK 在未来 那大家去到1925这些位 就要小心 因为这里 是很多次的阻力位 是需要一些 这些地方 是一定会继续爬升的 所以 金 大家是一定要用的 银 更加不用说了 银的升幅就很厉害了 我们介绍的 SILVER股票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 已经升了接近30% SILVER股呢 就很undervalue OK 今天SILVER呢 是在试试这个200天平均线的 OK 那可能已经是突破了 OK 但是呢 整个这个pattern呢 我们叫做 Wyckoff accumulation pattern 这个 method 这个是假的跌破 假的跌破之后 然后急升 急升之后 一个回头 然后再升上去 所以SILVER呢 一旦突破200天的话 我们会见到 它是26元 至到27元 28元 这些之间 OK 那这些呢 只不过是 长期一个整肅 大家要知道 就是 越长期的整肅 将来的升幅 是越厉害的 所以 COPPER SILVER 金啊 这些pattern 当那个美元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tapering 是完全 不是真正的完全cancel的话 再加上呢 那个又不加息的话呢 美金那个 就是那个bearish的程度 是相当之高的 就是说 大家都不喜欢持有美金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platinum 不用说了 platinum 在这个里面呢 是起硬在这个 Bollinger Bank的medium line上面 跟着突破 OK 如果你在节目里面 听我介绍了 买的 platinum股票 你就笑了 因为我都赚到 涉近20% 30% 我相信到 OK 很短时间 platinum呢 这里呢 只不过是 开始 就是说 这个整个跌幅结束了之后 现在这个正式 是进入一个 偶市的 bullish的开始 这些是底薄 这个是一个正式 升幅期的开始 WTI 如果以原油来说呢 大家就要小心了 因为原油呢 在这些地方呢 那个PPO呢 是crossover之后呢 跟着呢 是整肃了 而这个整肃呢 我们仍然呢 还有一个C历呢 是进行着的 就是说呢 这个是A B 跟着一个C correction 那原油价呢 是有机会 跌回到78元的 应该 甚至是76元 都可以的 OK 那跟着呢 再继续上 OK 那所以呢 看到很多油股呢 我在早这两三个礼拜 都叫大家take profit 那如果你take profit 就OK的 OK 那我们这些地方呢 78元 76元 这些位置呢 会重新再买回一些油股的 Uranium 怎么看呢 Uranium呢 大家真的happy Uranium呢 如果你是拿着chemical 差不多日日升 Uranium呢 如果你只拿着ETF的话 这一个 这些呢 就叫做 就是diagonal OK 那这些的diagonal 就是会收窄 一路收窄的 那在pattern来说 diagonal 就要小心 就是它很容易 一跌破 就会有profit taking 就好像这个 那你就可以趁低再买回 那现在它的情形都是 拋物线上去之后 跟着再产生一个diagonal 那所以呢 如果URA 它在28.84这些位置 OK 不跌破继续升的话 如果它继续升 而突破这个32 33以上的话 那它就会 break 了这个diagonal 就可以继续上了 但是如果它这个diagonal 它在这些位置 里面上上落落 到最后 它就break down 28.84这些位置 那大家就要离开了 OK 那就是说 它又有一个整肃期 这个整肃期一定会去回50天 甚至是200天 那这样再上去 OK 那因为Uranium 有很多人炒 特别是那些 就是我们叫Wallstreetbets 有些reddit 这些这样的疯狂daytrader 他们在那追市 和炒daytrading 那所以呢 它会将这个Uranium 这个ETF 就炒到很crazy 那所以呢 大家要小心了 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这样急升的话 譬如说这样急升上去 你就要profit taking OK 就不是买的 那Bitcoin又怎么看呢 Bitcoin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大的picture Bitcoin呢 基本上来说 我们要由大的picture去分析它 这是2015年到现在 大家看到 Bitcoin呢 自从15年至18年 这个升幅结束之后 它产生了一个 就是我们叫Rounding Bottom 这个是一个圆底 而这个圆底 通常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整肅 我们说的是多少年呢 246 差不多6年时间整肅之后 跟着另外一段的升幅 而这个呢 就是新的整肅 OK Bitcoin我第一次 就是正式在过去 节目里面介绍 Bitcoin是1万元 开始介绍大家买的 这个位置相当漂亮的 就是说整个整肅 已经结束完了 那你就在这里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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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那现在Bitcoin 我们说的是 6万多元 那6万多元 会产生什么事呢 那大家会说 害怕 6万多元 OK 那就错了 Bitcoin呢 这些东西 疯狂的时候 可以去到十多万 都可以 所以呢 它现在 另外这个小的Round Bottom 结束了之后 在这些地方 是创了新高的 OK 那创了新高的话 大家就要 Long它 Long它 Long它的话 你就expect它 它会有些大的升幅 开始会出现 就是这样的 Parabolic式的升幅 那这些呢 就可以将Bitcoin 带到去 接近9万 10万 这些位置 所以 在Medium Turn OK 我们都会看到 Bitcoin 是会继续上升的 那短期 又怎样看呢 短期呢 Bitcoin 就是这样 在这个Trend Line 上上落落 那样 所以 在暂时来说 Bitcoin 已经产生了一个 背离情形 所以Bitcoin 很可能 就是会有回吐 而这个回吐呢 会将它突然间 拉低 去到 5万4千元左右 那这些跌下来的位置 之后 跟着再上去 那所以 这个Dip 就是大家 买入的机会 OK 那我们讲讲 我们5 Star的Top Picks OK 有些是我们 介绍了大家的 OK 如果以金股里面 来说 蓝筹大的话 我想最硬正的 就是Curtling Leggo OK 大家不要小看 它这样的 Consolidate 它 这间公司 好像是有 takeover 在pending OK 就是有人想 买起它 OK 那这些只不过 是negotiation 而已 那未必说 它会买得成的 如果买不成 它的价格 就飙升上去 OK 如果以 蓝筹里面 我相信 Kurtling Leggo Kurtling Leggo 是会 perform给其他 好的 Andeva Silver 在节目里面 介绍了大家 升到瘋了 OK 我相信 这些位置 我们已经留意到 OK 现在已经是 五个几了 五个七毫九 七个几 是很快就会见到 这个很厉害 Platinum Grope Metals 大家看看 是这样 飙升上去 OK 现在 它 就上回 差不多 跌破了 下来的bottom 那bottom 结束了 bottom结束了 之后 跟着 它就要 Test Train Line 阻力位 Train Line 阻力位 大概是 四个几五元的位 所以Platinum 价格 是会升的 是升得很厉害的 大家要留意 最后我们介绍 几个金股 B2go 在节目里面介绍 不用我多说 B2go 升得很漂亮 如果你是 在我们节目 差不多这些地方 开始卖入的话 即是4元左右 4元左右 卖入的话 现在是4.7元 OK 它暂时来说 都不会有什么阻力 起码都要去到五个二的 OK 五个二 甚至是 甚至更高 都不出奇 I am go I am go 亦都是一个很漂亮的金股 I am go 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有上市 OK 它这样的升幅 是升得比较低一点 OK 短期的回吐 回吐之后 跟着在这边上升 其实我跟大家讲的 timing很准的 就是这个升幅 产生了9个 就是 TOM DEBASS TOM DEBASS TOM DEBASS 之后 跟着我跟大家讲 就是要 take your profit 如果你跟着 一个dip 你就要买入 跟着再上 OK 所以 如果我们 以measure move 以ABCD来说 就是说 这个升幅 要等于最少这个升幅 那大家看看 这个升幅 是升了1元 OK 那你现在这个升幅 是2.6 那我们起码 都会见到3.6 3.8 都不奇怪 就是这些位置 是一定会见到的了 那在这些位置 你就要留意 它能不能够 break这些这么大的阻力 或者它会再下来 稍微再上去 OK 今天是一个 Black Friday Promotion 所以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新股 和一些我们持有的股票 都做得相当好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在我们Black Friday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Premium Member 这个减价是一年一次的 多谢各位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也许到贸易 好 防守